早安 先看國際消息 比利時布魯塞爾恐襲調查有新進展 其中一名被捕的疑犯阿布里尼 承認就是機場襲擊中第三名疑犯 當局連日來四出搜查 拘捕了六個人 沙田美田村一個單位 凌晨發生火警 兩個人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的換樓風波有新進展 她的丈夫馮永業首度回應事件 說自己和換樓的公司股東曾軟欲交往 太太就並不知道 她又說在換樓交易之前 馮程淑儀不知道有關公司股東的身份 她對事件為太太和家人帶來困擾心 馮程淑儀星期五大同行李 離開住所未有回應提問 她早前被揭發 和致進有限公司交換物業 繳付的差價較股值低 而致進的股東是直升機公司 空中快線行政總裁陳遠玉 馮程淑儀之後發表聲明 回應說不認識對方 但又報將旗遊刊登一份致進的賣樓文件 她的丈夫馮永業曾經代表陳遠玉簽署 有報道又指兩人07年曾經三次一起坐直升機 由澳門回香港 正在休假的馮永業任職機管局 企業發展執行總監 她在03-06年期間 曾經出任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處理航權和直升機場確建 其後07年陳遠玉的公司中標 奪得上環港澳直升機場專營權 民建聯早前到廉署報案 廉署已立案調查事件 各位早上先看看國際消息 比利時布魯塞爾恐襲調查有新進展 其中一名被捕的疑犯阿布里尼 承認就是機場專營權 民建聯早前到廉署 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新聞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在本台節目《大明大放》說 不排除有個別主張港獨的人士 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勝出 不過她相信過分激進的行為 最終會惹來社會反彈 陳健敏報導 旺角蘇聯 有年輕人上街訂磚焚燒物品 宣洩種種不滿 大專生成立政黨 高舉香港獨立的旗次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趙佳在本台節目《大明大放》指出 有年輕人以激進手段 爭取各方關注 但未必有清晰抗爭目標 現在看起來有越來過分趨勢 不過社會上那種保守身份 又慢慢會抬頭 人家要加以壓制 所以始終來到現在有一種情況上 某種程度社會縱容 但是這些激進人士 一直跌下去 到某地步 他們會遇到社會上的反彈 他說激進派別不接受現在的政治體制 但是抗爭未必為了加入議會鋪路 但是他們絕對有能力 左右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局勢 如果你說真正出現一兩國 或者兩三國所謂傾向港獨的人 進入這個立法會 一堆同志旗 問題是他們願意宣誓 效忠基本法 以及背後的總會憲法 如果他們不願意的話 政府有沒有辦法 讓他們根本沒有資格去做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換屆在職 年底選委會改選 3月會選出新一任特首 劉兆佳相信現階段 中央仍然未有心水人選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無論現任特首也好 或者其他想爭奪做特首的人也好 都各有千秋 都不見得是所謂眾望所歸 在這種情況下 中央究竟你要想哪裏做特首 都相當頭痛 但我自己經常的看法 與其將助力或責任 重點放在特首一個人身上 不如想成多班底 他又說 不論新特首是哪一個 都一定要聯繫各方不同的勢力 共同合作管治香港才是出路 美國加州一個男人攀上著名的莫洛岩 用手機視頻向女友求婚 不過之後落不回來 27歲的班克斯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四 被困在離地大約30米的地方 女友已經答應了婚事 不過他不是由沿路下來 因為太斜 根本沒有地方可以再走 被迫報警求助 救援人員派出直升機 放下濫索救起他 最後平安獲救 不過他就要負擔今次救援任務的費用